台灣出身的華裔美籍企業家 YouTube的創辦人陳時俊 受邀前來台東 30號下午和縣長黃建廷 以及TTMaker的創業家進行對談 去年10月我帶著台東的熱氣球 到美國去參加全世界最大的 阿布克克的這個熱氣球的加減款 那在回族的時候 我特別繞到Bay Area 然後約了Stevens 我們有機會一起聊了一下 那我就特別邀請他 如果有機會 今年有沒有可能到台東版 那他也真的版 縣長黃建廷表示 國際信服城市是縣府未來的施政願景 過去在智慧化的努力有目共睹 短短兩年不到 建置TT3成為了全國戶外 無限寬屏基礎建設績效第一名 並且連續兩年 拿到國際智慧城市ICF前21名 以及國內智慧城市創新應用獎 而創科園區TTMaker的建立 正符合智慧化以及教育生根的目標 黃建廷強調 人才的培育是未來的重點工作 將會積極透過實驗教育的推動 強化外語 文化以及資訊軟體等教育 不僅要把人才留在台東 也相信這是弱勢翻身最好的機會 而這場座談會吸引了包括議長饒慶林 等不少的鄉親參與 陳世俊對創業圈人士談到了他看到的矽谷文化 陳世俊談到在矽谷你可以很快的找到工程師找到資金 但是創業不只要有工程師有企業家的精神 也不只是要拿到資金 而在矽谷很多的創投很多CEO CTO CFO 在跟他們聊天之中可以得到很多 而他認為台東的環境 氣候將可以吸引不少的文創人士 投入台東TTMaker的創客園區 他也希望政府在相關法令規定上 能夠鬆綁不要有太多的限制 而縣長黃建廷表示 希望透過台東TTMaker創業園區 帶動台東在地的創業文化 也透過產官學共同的合作 將為台東創造一個可能的新產業 TTMaker的創新應用 不但能夠吸引更多的國際觀光客 也能夠將台東文創的產業行銷國際 也希望透過台東孩子 既有藝術天分以及手作能力 結合軟體以及創客的精神 讓台東的孩子可以在國際的舞台上 展露頭角 東台新聞溫格台東市採訪報導